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讯告 今集我们已经请到市政署的代表 许美山小姐上到来的节目 许美山小姐 你好 你好 我知道明天就是世界食品安全日 麻烦你介绍一下这个日子的由来和意义 好的 联合国自2019年起 将6月7日定为世界食品安全日 值以提升世界各国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今年的主题是保障食品安全 扣足健康未来 希望换起大众对食安的关注 正确预防和掌控食安风险 共同创造健康的未来 现今食品的生产供应链非常复杂 生产销售过程中涉及众多不同的环节 因此要保障食品安全 必须靠政府、业界、市民三方共同努力 才能有效维护 市政署藉着世界食品安全日 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鼓励大家主动学习和了解各项食安操作原则和概念 共同维护本澳的食品安全 本澳下季高温潮湿容易令致病性微生物大量繁殖 可能引致细菌性的食原性疾病 为减低相关疾病发生的风险 市政署举办面向餐饮食品业界的预防食原性疾病专题讲座 由本署及食安专家作讲解 根据全球食原性疾病的发展趋势 结合本澳集体胃腸炎不息的个案调查分析 归纳出本地食原性疾病的恶案发生的成因 并针对常见的状况提出改善建议 同时也会指出食品从业园在处理食品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讲解良好的卫生操作规范 除了讲座之外 市政署同时举办网上有掌门答游戏 都会说日常生活的食安知识 有掌的市民是怎样可以参与的呢? 本署将会在6月7日至21日期间 举办保障食品安全扣足健康未来的网上有掌门答游戏 内容是以生活实例带出常见的食安问题 让大家透过游戏轻松学习食安要缺 为自己日常的食品安全和健康把关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登入食品安全资讯网的游戏专页参加 此外食品安全资讯Facebook专页内 亦都会设有分享帖文的抽奖活动 欢迎市民按赞关注 轻松掌握食安资讯的最新动向 市民如果想了解更多 关于世界食安日的资讯和系列活动 可以浏览食品安全资讯网的专题网页 谢谢许事者 不用客气 节目时间到了 再会